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科会第四十八面 社访佛战第二十三 这一品呢 经文不长 但是它也分两段 第一段是祝福称赞 第二段呢 真摄赞义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何以故 圣彼国 随愿戒身 得不退转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后面这一段 把一切祝福称赞 称赞的意思说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 圣方一切祝福来赞叹 这是本思弥陀的根本大院 在前面跟主委报告过了 就是四十八院里面的第十七院 佛福到头 所正的 跟所得到的 无不平等 智慧平等 得能平等 向好平等 向好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佛报 无疑不平等 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这样特殊 被这个一切祝福来称赞 好像阿弥陀比一切祝福要高一层的样子 实际上真的是平等 为什么祝福赞叹 古德告诉我 在无量法门里面 通常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 实际上是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当中 念佛往生这一门 确确实实是 设法一切祝福所没有的 不是他不能 他没法这个愿力 智慧神通道理通通都平等 祝福没法这个愿 阿弥陀佛非常难得了发了这么一个大愿 这个愿意发之后 受方祝福没有一个不欢喜 这些就是好像是我们没想到他想到了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都知道 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决定没有嫉妒 决定没有障碍 弥陀佛既然发了这个大愿了 一切祝福都欢喜 这一桩事情就委托阿弥陀佛去办 就像办学校 他去办一个大学 那么受方祝福呢 到各个地方替他造神 这怎么个造神法呢 赞叹就是造神 对他这么赞叹 这众生听到欢喜啊 都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祝福 阿弥陀佛是个代表嘛 这个是一点都不讲 你见到某一尊佛 你不见得能够见到一切祝福 但是见到阿弥陀佛 肯定立刻就见一切祝福 这个是经上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的 这是弥陀本于微神之力 这他老人家给我们的加持 所以这个利益呢 在受方祝福插头里面没有 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圆满 就是往生到华藏世界 在华严经山华藏世界 这就很不容易了 在我们这个世间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案 你将来正果啊 成佛都是在华藏世界 这个成佛 并不是就近的福果 成佛是成分正福果 禅宗讲得好啊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天台大司称为分正佛 确确确实实 明信见信 但是我们知道啊 初见信的人 这是原教初驻菩萨的 到朕得究竟圆满 是如来果为 这个位次啊 这个位次啊 总共有四十二个位次啊 所振的 前生高下了 确确实实有差别 但是都称为祝福如来 都是祝福如来 那都不是假的 所以 从原教初驻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就是正一份真信的 要到正道究竟圆满 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 要多长的时间呢 三个阿僧七节 三大阿僧七节 就像念书一样啊 你才能把你所有过程呢 学完 要这么长的时间呢 可是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这个时间就大幅度就速短了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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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华藏世界的这两大菩萨 文殊菩萱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就是从初驻到等觉 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就是从初驻到等觉 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法身求生极乐世界 去清静阿弥陀佛 天天都在劝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法门呢 叫男性之法 谁男性呢 华藏世界 三贤位的菩萨 很多不相信啊 这个三贤就是 施柱施行施回向 这三十个位子 他们还是有知处 不相信 不接受文殊菩萨的全道 还在华藏世界修啊 但是 登了地啊 都结束了 你看看这个法门 多么殊胜 在华藏世界里面 你震得出地了 地上菩萨 这是华原经上说的 摄地菩萨 始终不理念佛 这句话很重要啊 这句经文啊 始是粗地 终是等觉 等觉也叫十一地 你看从粗地啊 到等觉 他们修什么法门呢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也就是说到这种程度啊 对于文殊普贤的教导 没有怀疑了 完全能够接受啊 一教封信了 华原经 以这种方式 显示出 弥陀净土 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 所以祝福 赞叹 就像世尊 在本经赞叹的一样 一个说法 赞叹阿弥陀佛 为光中集尊 佛中之王 释迦摩尼佛赞叹 代表一切祝福的赞叹 这一切祝福就是我们前面念过的 释放 恒火杀素的世界 每一个世界恒火杀素祝福 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显示出一切祝福 无量无边的功德 最后通通都归阿弥陀佛 用意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谈这段经文 要来说明用意了 用意就是叫一切众生 听到 听到 看到 发心 灵佛 念佛求生 净土 供如弥陀悦海 往生极乐世界 在一生当中 成就无上菩提 如果不是摄放佛这样赞叹 怎么能够让这些业障深重的众生生起信心 这个就是祝福赞叹真正的意思 因为一切祝福都是希望众生早一天成佛 那么要想达到这个愿望 劝导大家往生净土啊 这个愿望就达到了 就圆满了 生净土就决定之福 最长的时间也不过是十二节而已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肯努力肯认真 真地干 下面一篇就要讲到 下面一篇我们今天讲不到 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三倍往生 三倍往生里头最重要的义区 就是我们可以取上上平往生 问题就是你懂不懂 你会不会 你肯不肯干 三倍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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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三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花开见佛 那个不是普通菩萨 一生当中 你确确实实证得 七地八地 那证到这样的果位啊 一般人不相信 一般人不相信 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 也不敢成当 哎呀我只要下下平往生就可以了 上平上生我怎么敢希望啊 那你就不能不能上平往生 你自己也有信心 我们中国古大德常说啊 取法乎上 谨得乎中啊 我们目标定在上平上生 上平上生上不了的时候 还有个上平中生嘛 上平下生嘛 如果你把目标定在下下平往生 那再一下就没有了 你去不了了 这个道理要懂 我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得高 高的去不到呢 这个不得已还求其次 那次是中倍啊 这道底下一篇经 我们要细数 因为这是讲到往生的理论跟方法 黄念族老爵士注解的分量也特别多 注得很详细 经文一开端提出个问号 何一顾 何一顾是问号 为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 这释放一切祝福 都赞叹阿弥陀佛 无量共同 下面 这是世尊为我们解释 于令他方所有众生 这个他方是指极乐世界以外的 都叫他方 以极乐世界为中心 极乐世界的四面八方上下 摄放 摄放祝福世界 像前面所说的 无量无边 祝福无量无边 众生呢 更不必说了 众生是无量无边 所有众生呢 闻比佛名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主要晓得 是便法界续空间 其他这个佛 这个佛的名号 不能跟他相比啊 那就是什么 没有人给他宣传呢 他的名号是摄放一切祝福 都给他宣传 这个世界的状况呢 摄放一切祝福的时候 都为众生介绍 就像我们本司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讲无量寿经 讲观无量寿经 讲阿弥陀经 这个三经是专门介绍 弥陀进土的 附带啊 在讲一切经论里面 附带介绍进土的 大概将近有两半种经论 附带讲道 所以古大德常书啊 世尊一生 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时时刻刻 劝大家念佛求尽进土 那么由此可知 净土法门真的殊胜 在一切法门里头 虽然是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这是理上讲啊 世上不平等啊 不平等不是法门不平等 是一切众生更新不平等 一切众生的业力不平等 那么对于一切法门 修学就有难有义 那我们这个难义当中啊 去什么法门呢 当然去容易的 容易的你好学啊 你容易成就啊 难的你很不容易成就 那么说到一切法门难于义 古大德也有个比较 大臣跟小臣 大臣容易小臣难啊 大臣容易小臣难啊 我们禁中 祖师有一个小册子 我们是禁路 怎么说呢 小臣很不容易修成 修成功之后啊 才只是阿罗汉 直托里 直托里六道没有初始法界啊 但是大臣成功之后 他就超越了 超越是法界了 所以大臣跟小臣比啊 大臣是禁路 那么大臣里面 发门很多啊 我们现在讲的 大臣有八个宗派 这八个宗派里面 有容易修的 有难修的 所以大臣是禁路 禁路里头还有禁路 这个禁路就是禁路啊 大臣八个宗派禁是禁路啊 所以中国的禁风非常兴旺 也确确实实 从佛法传到中国来 修成 开悟的人呢 代代都有 真的是禁路 他超越是法界了 比阿罗汉高的太多了 可是禁虽然是个禁路 还有比禁更近的禁路 那就是念佛 禁需要上上更新 你看六族所借淫的对象 上上更人 上更人都不行 上更人参禁都不能开悟 开悟要上上更人 我们现在讲天才啊 他不是凡人啊 禁是一步登天的 你得有这个本事 能上得去啊 那一步就上去了 那上不下去 上不去呢 从前老师就告诉我 那掉下来粉身脆骨啊 你得有这个本事 所以老师劝我 就说不能修成 你你你你你决定上不去 啊 可是 必禁更殊胜 是禁 啊 禁是待业往生 下下跟人 一生都能成就 啊 这个我们在禁途神仙路 往生传里面 确实看到很多例子 啊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啊 我们在中国外国 看到很多念佛人往生 啊 走的时候 瑞向稀有 啊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我们居士林的老林长 陈光比老居士往生 这里很多同学都看到的 他是真地去的 不是假的 他欲知实至 啊 啊 三个月之前 就知道他哪一天往生 啊 说的一点没错 这些都是为我们信神说法 啊 老居士之所以往生 虽然一生修佛 那修佛并不得了 二十万年生病 把工作放下了 躺在床上养病 啊 养病的期间 我在居士林讲经 都落地有了这个落香袋 他把无量寿经落香袋 拿回家去 一天看八个小时 听经啊 每天听八个小时 除了听经呢 他就念阿弥陀佛 他万语言放下了 啊 一边听完 从头再听 我也不知道他听了多少遍 念阿弥陀佛 他功夫成就 啊 跟李牧原居士说 他要往生了 啊 李牧原居士要求啊 不行啊 那个时候他是 这个地方的林长 啊 居士林人事不稳定 你要走了之后 恐怕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嗯 居士林会失控了 所以要求他 啊 要不能往生 要多住几年 啊 最后他想想 他说好吧 那我就再住两年吧 啊 两年 没错两年 啊 到了两年之后 他走 这一边大致也都安定 啊 啊 这个董事重新选取了 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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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李牧原居士做林长 啊 他就走了 啊 那么就是说 他听经了四年 啊 啊 除了听经就念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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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进则佛土进 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 啊 啊 啊 要不放下 啊 你走不了 一定要放下 啊 啊 不能有丝毫 牵挂 忧虑 啊 忧虑是你怀疑 啊 啊 啊 你对于 尽忧的 性向 李氏因果 啊 你没有透彻了解 啊 啊 你疑惑啊 疑 是菩萨 最大的障碍 啊 啊 所以他没有疑惑 啊 天天天金呢 他没有疑惑 啊 自己年岁大了 啊 家庭事业 都交给儿女了 不吻不吻 一心念佛 求生建土 他敬业成功了 那么这些 都是为我们 现身说法的 啊 我们 读经 在经上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又有这么多人 依教奉行 做出来给我们看 啊 成光别老林长是生病啊 啊 那床上躺了四年了 那头脑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走的时候清清楚楚 走之前两天 找我去给他皈依 我跟他见最后一面 啊 祝福他 一心求生建土 啊 还有啊 不生病的啊 站着走的啊 坐着走的啊 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当中 看到好几个啊 啊 别的事情可以骗人的 这个事情不能骗人啊 啊 站着往上去 啊 啊 还有在美国华府 啊 周广大先生 啊 我们不称他居四 为什么他一生 他没有没修过佛 啊 临终的时候 听到这个阿弥陀佛 啊 啊 临终前三天 才皈依 啊 才念佛 哎 他也真的往上了 那这个就是 彌陀十八院 呢 临终一念 身念都能往上呢 也给我们做了这个 周先生是中国人 移民在美国 开面包店 啊 啊 这个人 非常忠厚 啊 有慈悲心 常常 救济 这些穷苦的人 啊 面包卖不掉的 剩下来的时候 他都去不识 啊 林宗也是在那里挨着 很痛苦 啊 啊 那个时候 华府 有个佛教会 啊 我曾经一度 在那个佛教会担任会长 啊 我们有一个同学 念佛念得很好 啊 啊 因为人呢 病到那个时候 医院已经 医生放弃医疗了 啊 这把人从医院抬回家来了 没有法子了 这才到处啊 求神问仆啊 这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了 就找到 这佛教会了 问问佛教会 有没有办法救他 啊 我们这边就去了几个人 啊 看他那个样子呢 没有办法再好了 就劝他放下吧 啊 求神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再想住人间了 他听了之后 也觉得有道理 就接受了 就告诉他家里人 不要去找什么药啊 求什么医生啊 去希望他的病好啊 全家都跟我念佛 我们求往生 这个很难得了 真不容易啊 一说他就相信啊 他就接受啊 全家人都帮他念佛 这个佛教会啊 也有同修们 轮流去祝念 三天 三天他就往生 佛来接应他 那么这就是语言非常稀有啊 你要预不到这个语言的话 就可惜了 啊 那么他自己的佛报 啊 山根深厚啊 啊 临终的时候 听劝 一劝到他 马上去接受啊 啊 立刻就一交锋行 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啊 这是他善根福德 献起啊 啊 遇到佛缘 他真的能走啊 啊 这些例子 让我们 轻眼看见 啊 轻而所闻 绝定不是假的 啊 所以我们要想求往生 我是常常勉励同学 在深切 第一状大事情 要消业障 要化解 冤队 的冤家对头啊 要化解 哎 你要不化解呢 到灵命宗时 业障现前呢 那就去不了了 你看多少人念佛 念了一辈子 灵命宗时 业障现前 啊 最常见的 迷惑颠倒 不行人死 这就麻烦 啊 肯定是随着业力转了 啊 继续去高轮回了 啊 所以往生 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临终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神智清楚 一点不迷惑 自己才能做得了主啊 六道里面去投胎 哪一个头脑清醒 会到卧轨道 会到地狱道去 会到畜生道去 会到畜生道去 肯定他不会去啊 他为什么会去呢 糊里糊涂去了 他一迷惑的时候就去了 所以说清醒 绝对不做三个道 你们要注意到是 给人家看到人家宋宗 他临走的时候 虽然不懂佛法 不知道念佛 但是他走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们一点都不颠倒 他来生肯定是人天道 他不会 绝对不会做三窝道 凡是做三窝道的人 都是业障线前迷惑颠倒 自己做不了主 糊里糊涂就去了 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 所以 弥陀明昊 你看 一定 要一切祝福 来给他宣传啊 来给他介绍啊 社防世界的众生 社防世界的众生 业障深重众生 看到一切祝福 都在赞叹 都在介绍 当然就相信了 我对于禁宗法门的相信啊 也是看到这些情节 那 原先 我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了 只是说哲学 我跟老师学哲学 他跟我说 佛经哲学 是世界上所有哲学最高的一门 一门学问 我从这个地方进门的 佛经哲学 把佛经当哲学来研究 那么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 佛经里面呢 讲到最高的哲学呢 只有十分之二 另外十分之八是迷信 这个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至少影响我三年 那头三年的时候 我只接受佛法里面的性相连宗 他讲佛法十分之二嘛 就是性宗跟相宗 那其他八个宗呢 那十分之八都是迷信 所以我们只留意这两宗的东西 可是我一接触佛法呢 就遇到一个好老师 那这个老师是专门学佛的 那不是学这学的 那学这学的他是兼修啊 我现在找一个专修的 张家大师 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之后啊 才发现方老师说的一问题 我真的发现了 方老师看到的这个佛学啊 只是在门外看到的 我看到这个大门非常庄严 里面没有看到 认为里面是迷信 他只看到外头 圆强之美啊 入到里面之后啊 才知道方老师所说的那个迷信呢 那这不迷信 那个比他所讲的还要高一层 你不深入不行啊 不欺辱啊 你看不到东西啊 所以说登堂如实 不过方老师非常非常了不起 真正做学问的人 他万年登堂如实 因为他他教我那时候 他才四十几岁啊 那个时候对于佛法 还是不够深入 可是他到了六十几岁之后 那完境界完全不相同 这是个真正读书人 真正用功的人 所以他非常非常可惜 一七十九岁就走了 他要能多活十年 那对于台湾的佛教 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刚刚欺辱境界 他就走了 这是很值得我们感叹的 遗憾的一场事情 那么这诗说到什么呢 就是影响 祝一切祝福了 来做弥陀的影响中 那让我们从这些庄严的场面 真正升起清洁心 对这个法门 我们决定不再坏了 所以这个黄老巨师 在这个诸解里面说 这段经文是说明 祝福赞参的本音 祝福赞叹的本音 都说得好 幸运之名 求生尽土 这是第十八月的圆满成就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又必须要知道 近年来 日本 有一个支派 本月念佛 他们 疏获了大金 只相信这一月 四十八月 他只要第十八月 其他都不要了 这样念佛能不能往生 决定不能往生 这叫什么呢 断章取义 这是我们不但是学佛 连做事件学问的人都应当机会 不可以断章取义 为什么呢 很容易产生误会 我们在前面第六评里面说得很详细 四十八月 远远远都合适 也就是说 每一月 它都包含其他的 四十七月 少一月呢 你这一月就不圆满 那么你单单要这个十八月 其他都不要了 这一月也没有了 这个要知道啊 又何况 这个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之后啊 就是给我们讲的 发菩提心 第十九月 就是发菩提心 你看看三倍往生 最重要的一句话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第十八月呢 是一向专念 第十九月是发菩提心 这经上明明这一句话嘛 这是前面两月嘛 你只有一月 没有发菩提心 去不了 你怎么样念 也是古人讲的 寒泡喉咙也往然 你没有发菩提心吧 在三倍往生里面 上倍 上倍 中倍 下倍 最后一段 一心三倍 都是同样这一句话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什么是菩提心 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一聊大家了 容易明了其间 我们就不再讲 执行 身心 大倍 或者是观无量寿经上讲的 至尘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我们不讲这些名词 这些名词需要解释 一般人听不懂 那我把它换一句话来说 诸位好懂 我把这个三心变成了五心 大家好懂 第一个是真诚心 真诚心 是菩提心之体 发真诚心 一切时 一切处 除世代人 皆我都要用真诚心 我们今天用的什么心 虚妄心 都不知道用真诚心 用真诚心的人 他就发不得心 真则不忘 臣则不虚 六道凡夫 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 世尊在经论里头 常常讲 我们把它总结一句话来说 就是你错用了心 你用的是妄心 不是真心 妄心是什么 三心二意 真心跟妄心 我们以佛法的这个标准来说 妄心是会变的 就是假的 真心是永恒不变 永远不变的 那叫真心 那你就想想 我们这个心是真的是假的 不要说对别人 是假的 对自己都是假的 对自己的心 真的说早晚都不一样都变了 那今天跟明天不知道变成什么样 都不可靠 对自己都是个假的 妄心 活宽态 活宽对别人 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 因为同学们在生活当中生烦恼 这个人对我好 那个人对我变心不好 我就常常说了 你不要执着 全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被人欺骗了 哪有真心啊 你找诚心诚意的人 只有找佛菩萨 除佛菩萨之外 天上神仙都是假心 假心假意 都不是真的 他要用真心啊 他就不是天人了 他称佛了 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懂啊 人家对我好 你也不要太喜欢 为什么呢 不是真心 人家对我不好 你要不要生烦恼 为什么假心 不是真心 我们就心开意见了 为什么呢 不要认真嘛 认真 那自己吃亏 这亏就吃大了 知道所有一切众生 包括自己 日常生活 除世 待人皆无 全是虚情假意 那我们现在学佛了 学佛要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这个虚情假意是去不了的 他那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 那都过过都是用真心的 你要不用真心啊 那就去不了 所以旺行念佛 一天就是念二十万圣佛号 古人将啊 喊破喉咙也枉然 那为什么呢 心不真 心不真 那个佛号不管用 那也就是 祝福菩萨 对你念这个佛号 不承认 你是虚情假意的 你不是真心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真诚心呢 就很了解 那有些人说 现在这个世界 是骗人的世界 过过人都虚情假意 我用真心 我不就吃亏上当了 你又怕吃亏 又怕上当 那为了怕吃亏 怕上当 还是虚情假意 跟人家应付 那这好了 西方世界去不了 来生来世 还是搞六道轮回 这个亏吃大了 眼前吃一点亏 上一点当 没关系 我活一百岁 顶度我吃一百年的亏 上一百年的当 这个上当完了之后 我再也不上当了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再不上当了 所以这个账要回算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人家对我虚情假意 我对人真诚 祝福菩萨 对一切众生 用真诚心 我也用真诚心 真诚心起作用 真诚心对自己 叫身心 身心不好懂 我说了三个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这就是身心 所以对自己 对自己要亲近 要平等 要觉悟 不可以迷惑 对自己 如果你要是用虚情假意 你对自己 你对自己决定是 忍无心 是不贫的心 是迷惑颠倒的心 你的亏就吃大了 无量寿经上 亲近平等觉 是身心的 你也能得亲近平等觉 你这个生活多快乐 你多幸福 你多美满 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我常常讲 决定不跟一切人 似无对立 没有对立 没有矛盾 这真心 对待别人 是一片慈悲 慈悲是真正的爱心 亲近的爱心 这是佛心 这个是我们自己 本来的心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心 现在是迷失了真心 迷了之后就变成忘心了 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 忘心当家作主 真心不见了 真心是不行 不是没有真心在啊 永远没有离开你 可是你从来不照顾他 从来也不问他 所以虽有 他不起作用 这样就搞成六道轮回 这样就搞成六道轮回 学佛 大根大本 这从前 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 学佛 怎么个小法 改心 换心 换心不是叫你到外面动手术去换个心 不是这个意思 把忘心换成真心 把虚为的心换成真诚的心就对了 只有一个真诚 除世待人介物 永恒不灭 绝对不吃亏 绝对不会上当 一点都不要害怕 你们大家看我 这个学佛五十多年 你就可以 我也给你做证明啊 表面上看到是吃亏上当了 后面大的福报来了 一词大的这个冲击 这个困难 我们不放在心上 心里头若无其事 这想办会避开就是了 可是避开之后啊 还阔天空啊 我常常讲啊 走出去之后啊 景色光明 无比的殊胜 所以 一切长难 我们佛门讲 魔障 不是魔 是佛菩萨在那里实现的 也是佛菩萨来考试的 考试通过了 往上就升级 通不过呢 通过就堕落了 就往下坠落了 时时刻刻 有一些障碍 障碍呢 通通都是考试 天天在这里 小考大考 那我们天天都通过 天天都在望上升 这个就自在了嘛 烦恼亲智慧者 决定不升烦恼 对于找麻烦的人 不但没有怨恨心 还有感激 他是来考我的 他来回报 看我生不生气 看我接不接受 来考我的 如果我不接受 不生气 我就通过了 我要接受过了 我要很恨他 气他的时候 那我就堕落了 你说他是佛 他是魔 如果他来回报我 我就生气了 我就恨他了 他是魔 我就遇到魔了 他来回报我 我不生气 我没有一点 嗔恨心都没有 我还感激他 他替我笑业章 他是佛 你看看中国古达德常讲 无佛也无魔 佛跟魔都是 自己心变现的 你一念清净平等觉 对方通通是佛 没有魔 你一念明显然 释放一切祝福来 通通都是魔 没有一尊是佛 所以告诉你 外面无佛也无魔 佛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自己一念 这真境 就变得通通是佛 你一切然 通通是魔 你要懂这个道理 这是真理 然后你就能够体会到了 这个世间人 哪个人是善人 你用善心对待他 没有一个人不是善人 人人都是好人 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我人 没有一个好人 这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静随心转啊 你自己要会转境界 你才会有快乐 所以快乐烦恼都是你自己心里变的 你怎么能怪人呢 你能够转境界了 在论言会上讲的 若能转悟 自同如来 你就跟佛菩萨差不多了 佛菩萨的本事就能转境界 凡夫的这个口怜呢 就是被境界转 被境界转的 你怎么能出得了 流到轮回 你能转境界 马上就超越了 我们学佛 这一点本事没有学到啊 要白学了 破米开悟 利苦得乐 就在这一点 我们常常看到 也非常感叹 两个人本来很好 为了真的叫鸡毛蒜皮的小四 微不足道 起了争执 居然吵起了变年的时候 两个人不往来了 我就看到很多啊 这个我就想起来啊 老子讲的啊 何大运必有余运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 他根在哪里 他眼前这些小四的时候 这是云 这是云 根是什么 根是过去身中 他有冤结 这个云越碰到的时候 把过去式的冤结 引发出来 才起冲突啊 如果要是过去身中 阿赖云越市里头没有这个冤结 再严重点 也一笑了之 没事 不会产生这个 这么样大的冲突 不可能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 这种事情很多就说明 这种真 无始界以来啊 阿赖云越里面含藏这个跟一切人事物的怨恨 这个习气很深 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哪个人 小事情就爆发了 就就引起来了 这很遗憾的事情 使我们想到 那么这个时候有 古时候没有吗 我们这个世界有 为什么划藏世界没有呢 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呢 应该也有一切都有啊 我们会想到这些问题 那 华藏世界为什么没有 华藏世界 毗诺这样纳入来 这些大菩萨天天在讲经说法了 人家觉悟了 虽然有这些愚言阶 他扶住了 他不容易启发作了 也就是大家想通了 都有能力转境界了 不被境界转了 那极乐世界呢 一佛如实 弥陀天天讲经说法 在教训 从来没中断 诸大菩萨 他也是天天在做示范 所以那个世界的人 他不迷啊 那在我们这个世间 古时候 讲经说法的人都 这个社会里面到处你能够听到 你能够看到 正法 伦理道德了 你能看到 你能听到啊 接受圣贤人的教育 所以小的冲突起来的时候 他能够自己能够辅助 不会产生重大冲突 教育 中国古圣献献 对于教学非常重视 这个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主持教育的人 负责教化的人 无不是以身作则 接受教学的人 他服 他本身做的 我们最近 中国凤凰电视台 要找我去做一次讲演 我的讲题 雍正皇帝上日 好像我们这里也印了不少 已经印出来了 看看你们同学能不能拿到 清场 前三个皇帝 好皇帝 所以国家有一百多年 陈平 盛世 这个盛世怎么来的呢 教化来的 雍正做皇帝 虽然只有十三年 影响很大 他确确实实是好皇帝 一身作则 我们今天讲种族团结 宗教团结 这个宗教团结呢 是由正皇帝提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 辱师道 三教 三教是一家 三教是一体 应该三教后裔 不要彼此诽谤 这个上语里讲得很好 所以我是用他这个材料来做讲题 符合现代 世界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 我们宗教要团结 族群要团结 那个我们中国最初讲团结的时候 是雍正皇帝 三百年前 就讲了宗教要团结 宗教要和和 宗教都要和睦相处了 平等对待了 那如果说是 我们这一个宗教里面 有很多派别 彼此派别互相不往来 那成什么话 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在三年前 到日本去访问 日本净土中 也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在这个欢迎会上 我们通通都见面 我去的时候都来欢迎 这个散会之后 就有日本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这些宗派 平常都不往来的 哎呀 发誓你今天来的时候 他们能够都来一起 这很难得了 这是盛会呀 哎呦我才晓得 彼此平常不往来 日本如是 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很多寺庙里面的时候 都不相往来 互相拉信徒 彼此自赞回答 不相往来 所以我听了之后 我也很难过 我离开的时候 有个欢送会 他们都来了 欢送会上 我就说话 也劝他们大家 不可以不往来 为什么呢 佛教无论是哪个宗派 不要说是我们净土宗 中国佛教有什么宗派 每一个宗派 依据的经典 都是释迦牟尼佛 传下来的 如果我们彼此互相毁谤 这就是毁谤三宝 我净土宗好 你禅宗不如我 禅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传的 那你毁谤禅 就是毁谤释迦牟尼佛 你就毁谤禅宗经典 就是谤法 列代一道禅宗修学的人 那是僧 你就是谤僧 谤佛 谤法 谤僧 那么你就看看 戒经里面戒罪 你将来果报在阿比利 错了 佛教导我们的是 互相赞叹 不可以互相毁谤 你看看华严经 末后善才童子五十三才 五十三位善知识 所修的法门不一样 没有看到有一个人 说是自己我这个法门好 别人都不如我 一个也没看到 你所看到的时候 是每一个善知识都说 法门很多 我只懂得一个 你要参学的时候 我不如他们 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 不是自己夸张 去毁谤别人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我说 都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我们是亲兄弟 不同的宗派 我们是亲兄弟 我们自己要不往来 要互相毁谤 就像一个家庭 一个父母 生了十几个儿子 这个儿子彼此都互相敌视 互相不往来 也是那个父母心都难过 我说同样道理 我们各个宗派不相往来 释迦摩尼佛天天流眼泪 我们这个后世的学生 就大不敬大不孝 你学佛还想成就 哪有这种道理 你的成就都在阿比利 就我劝他们 所以我们自己要团结 要常常往来 要常常走动 像一家人的样子 对于不同的宗教呢 不同宗教是我们的堂兄弟 表兄弟 还是一家人 不可以回报 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和谐 世界才会太平 不可以敌视 敌视就有斗争 就有战争 就有痛苦 我们现在需要安定 需要和平 需要化解成土 那就叫肯定 所有不同宗教 是我们的堂兄弟 表兄弟 一家人 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要修佛 要修上帝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 上帝爱世人 这一句话意思很广啊 爱世人 不一定是基督教徒啊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你世人 上帝爱世人 我在日本基督教有个牧师 这个圣经牧师 在日本很有名的 很有地位的 他来访问我 我们在电视台 访问电视台播出 他提了很多问题 最后就提到 提到这个 这个牧师非常开明 他是大学教授 最后问我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基督教 就是心量太小 不能包容 他问我 他说法子 你看看 这有什么法子能解决 我就告诉他 解决的问题 就在圣经上 圣经 圣经哪个地方 我就给他讲 上帝爱世人 哎哟哟哟哟哟 上帝爱世人 没有说爱基督徒啊 所以我就给他讲 上帝爱我 我然后讲 不爱你 为什么呢 上帝爱世人 我也爱世人 所以上帝会爱我 你呢 你只爱上帝 不爱世人 所以上帝不爱你 所以我说 上帝怎么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太抽象了嘛 上帝怎么爱世人 上帝一定需要 他的这个信徒 他的神职人员 代表上帝 去爱世人 我说这就对了 佛弟子的时候 代表佛菩萨了 把慈悲心 给一切众生 你们神职人员 要代表上帝爱世人 他福了 他福了 解决问题都在你经典上 只要一教奉行呢 你才是真正这个神的儿女 为这个众神尊敬 你今天只知道尊敬神 不懂得神的意思 神爱世人 你们不爱世人 你们跟世人对立 神心里多难过 人痛此心 心痛此理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要明了 所以施经 跟我也叫上好朋友了 每一次到这个日本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见面 那么这里经商 教导我们 我们是 仅设访一切祝福 来给我们做证明 给我们做影响中 希望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听到这种事情 真正发起清净心 清净心 决定没有疑惑 有疑惑 心就不清净了 有夹杂 心就不清净了 不但不疑惑 不能夹杂 专修 专学 专红 我们才能成就 所以首先要肯定 我们自己是中下根性的人 不是上上根 不但是不是上上根 上根都看不上 我们要在这一生 短短几十年当中 要想成就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古德教我们 一门深复 常识寻修啊 所以我劝同学 修净土 修净土 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金业三福 金业三福 第一条 就是十三叶道经 第二条 就是沙密律 第三条 就是无量寿经 那这就晓得 我们专修经业的人 只要一这三步经就成功了 你能够把十善业道经 做到了 你就是经上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能够把沙密律义做到了 你就持戒了 无量寿经念做到了 这就是念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这个不能不知道 义 无量寿经 真一修 十善业道经 沙密律义 素修 震足双修 这三步经都不长 天天要读 天天要训 要认真把它做到 我们这一生 取西方净土 就决定有把握了 如果不用沙密律义呢 那你就遵守 应光大使的教诲 用这个太上感应品 用它来代替戒律 我们读太上感应品 比学沙密律义还要容易 这是应光大使提倡的 他老人家一生 极力提倡的 有三本书 表盘思讯 感应品惠宾 安思全书 你看在文抄里头 介绍这三种书 他讲了几十遍 读文抄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知道这三种书 依照这三种书修行 决定完善 因为安思全书 最后一篇 西归之旨 就是劝你 念佛 求生建徒 清建心 意念受持 归以供养 这个归一 不是行事 归是回头 一是依靠 我们怎样供养佛呢 佛又不在我们面前 我们拿什么供养啊 我们只有用 一教修行供养 这是祝佛如来 最欢喜的 其他的供养 佛都不要啊 香花供养 我们这边再好的香 再美的花 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 我们这里金银七宝 拿来供养 极乐世界人都不要啊 所以唯一的用真诚心 用菩提心供养 用一教奉行 供养 这就对了 所以今天 也有一些同学 发行归一 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归是回头 三规不是说 在行事上受了 你就归一了 靠不住 你要做到 才算归一 你做不到 归一阵 拿在手上 没笑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要真正做到了 那真是祝福我 忽念 龙天善神赞叹 这个戒经里面讲的 真正是个归一三宝的人 昼夜 有三十六位护发神保护你 你决定遇不到妖魔鬼怪 决定不会照顾 你有护发神保护你 那是珍贵的 归一佛 佛是觉悟 是觉悟的意思 就是觉而不迷 从觉 从迷惑颠倒 回过头来 一觉悟 一震觉 这个叫归一佛 从邪知邪静 回过头来 一震知震见 叫归一法 法者真也 从一切染无 回过头来 一清静心 静而不然 那叫归一身 所以主要一定要懂得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一觉震见 就是无量寿经 经题上讲的 清静平等居如 居如是佛宝 这个震是法宝 这个清静是身宝 那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是平等 平等就是法宝 清静是身宝 居如是佛宝 所以经题上就居足了三宝 所以从经题你能看到这一部经 它的圆满 它的书身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学习的 常常常能够离开 远离明显 常常依 绝真境 这是真正皈依 皈依 绝不是皈依 某一个法师 要是皈依 某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 那个法师不是 你要存这种心 去干这种事情 最后都皈依到阿比地狱去了 什么罪呢 破活活生 你破佛 破罚破神 这个最重了 你有偏心 前面不是讲吗 所有出家人都是一家人 你在这里搞风化 你在这里搞分裂 你这怎么得了呢 这个道场是我师父的 那个道场不是的 你们不要到那边去 到这来 这个麻烦大了 这是皈依地狱罪 这不可以的 所以你真正皈依三宝之后 晓得什么 平等法 无论他到哪个道场 都好 都值得赞叹 甚至于进其他宗教道场 我们都欢喜赞叹 你能信神 神会保佑你 绝不可以劝他 那个宗教是邪教 基督教不是邪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不是邪教 全世界人承认它是真教 你怎么可以说它是邪教 人家的经典里面讲的都是正经话 都没有劝人为非作歹 古兰经里面虽然讲圣战 你要懂得圣战的意思 圣战是保卫战 不是侵略别人 使人家来侵略我们 我们可以抵抗 过去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 中国是圣战 我们是保卫战 不是侵略别人 要明白这个意思 正神不会叫你侵略别人的 所以所有的宗教徒 我们都尊敬的 我们也都是礼拜了 我进这个基督教堂 我会对耶稣对十字架礼拜 所以人家看到的很奇怪 你为什么拜他的 我说你不知道啊 那是释迦牟尼佛变化的 我认识你不认识 那我做他们的经典呢 那是佛经 佛对他们说的 你看他怎么说的 佛无有定法可说嘛 那对什么人 他有什么一种说法吗 我们多看看 多看看佛对其他的 不同的族群的人 不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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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化的人 看佛怎么说法 多学智慧就开了 佛能应付我们也能应付了 尤其是得了华音之后 想的变法界虚空界都是 为心所心为时所变 不但是正教是为心所现为时所变 连妖魔鬼怪也是 为心所现为时所变的 所以妖魔鬼怪不过时一时 迷些然而已 迷些然就变成妖魔鬼怪 他将来一定还会遇到佛菩萨 佛菩萨教导他 他一定会回过头来 也学觉真经 他不会永远迷失的 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心量就脱开了 就没有障碍了 跟任何宗教任何族群没有对立 这个关系才能处得好 什么疑难杂症统统都能化解 没有不能化解 这个金沙讲的这个皈依 我们一定要懂得皈依的意义 千万不可以错毁 皈依之后不要再增加造罪业 这个不知道意义的 就是皈依这个是我师父 那个不是我师父 这种念头行为 就是破坏和合神 就是在起风化作用 这个罪比什么都重 不可以不知道 不能不讲清楚 因为现在这种误会的人很多 我们在受三皈依的时候 一定要说明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能在此地跟诸位作为一事 至于三皈依的讲解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有小册子 有三皈依传授 好像还有三个光碟 过去特别详细讲解 在此地讲过 好像在澳洲也讲过 这边都有光碟 回去要多听 要把它听清楚 听明白 依照所讲的去做 那真地回头了 真地归三宝 这真正是功德无比的殊胜 归之后 这就劝你发心了 乃至发音念尽信 所有善根智行回向 怨神尽土 你看这里有一念敬心 有善根 有心向怨 我们的心要有个方向 要有一个目标 这一身当中 我们一定依照这个方向目标 去努力去尽进 这一身呢 没有空过 如果人一生 没有志愿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这一身空过了 这一身过得会很辛苦 到最后 到最后 真地实 并无所臣 真正闻佛法之后 我们才找到真正正确的方向目标 那就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 最容易的 最稳当 最快速的 最直接的 最殊胜的 无比 无比 这个没有能够跟这个代业往生 相比 所以这个法门呢 才被受放一切祝福在他 为什么呢 人人能成就 三根仆被 利顿全受 善道大师说过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漏掉的 那为什么 又说 这个进宗 修学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万修万人去 活以一万个人修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两三个 那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他没有修 他要修了 他就去了 他不肯一教奉行 那这就没法子 真正一教修行 没有一个不成就 那那一什么教呢 一无量寿金就行 所以我说 无量寿金 是我们取西方净土 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 那你要得到保证呢 这书上所讲的 你要履行 你要认真把它做到 你就得到保证 所以到下面 我们还详细跟诸位介绍 我们要取的是 十报专业图 我们要取上上平往生 要有这个雄心 要有这个大院 不可以得少为足啊 一定要向最高峰去迈进 因念 尽心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尽心 什么叫尽心呢 尽念 那个尽念呢 太重要了 从今天起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着保持一念 什么一念呢 阿弥陀佛 这一念 二六十中 念念不舍 不要把这一念忘掉了 这一念没有了 你的忘念就起来了 所以用一念 把你所有一切妄念付诸 心里对于阿弥陀佛 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了 怎么样把妄念断掉呢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 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 多简单 我过去讲金刚经 金刚经也讲过好几遍 讲到经上讲的 云火降伏其心 应云火柱 这个很不容易讲啊 讲都不容易了 你听懂 那当然就更难了 这个是《般若经》上说的 我说《般若经》上这些问题 要是拿到净土宗来回答了 就太简单了 怎么呢 云火降伏其心 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就降伏了 那个心就是忘心 忘念 云火降伏其心 就是怎么样把我的忘念 能够付诸 南无阿弥陀佛就付诸了 应云火柱 我的心要住在哪里 南无阿弥陀佛 住在阿弥陀佛就对了 所以金刚经 那么麻烦的时候 到这个净土宗来 就一句阿弥陀佛 通解去了 你说这个法门多殊胜 多么简单 多么文档 多么口靠 中门开悟 真的不容易 尽宗开悟容易 只要你死心塌地 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 死都不放 你就等于开悟了 开悟的人还比不上你 实在讲 开悟人顶多不过是 破一瓶无名 正义风发生 原教出诸 你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阿弥陀佛菩萨 你比他高太多了 他要到阿弥陀佛菩萨的话 还得修行 两个二生七戒 他才能修到 我们在这里 几年功夫就成功了 他怎么能比得上 这个四根梨 我们都要懂得 但是业障 这是很麻烦的思绪 一定要消除 消业障 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死心 业障消除 你只要把这句佛号牢牢记住 实在讲要会用的话呢 就用这一句名号 什么业障 都化解了 比如说 你遇到这些冤家对头 来骂你 来打你 来造你谣言 来破坏你 来侮辱你 你怎么对付他呢 阿弥陀佛 解决了 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的心永远住在阿弥陀佛上 什么都不要计较 为什么呢 全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假的 你跟他计较干什么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事出事件 什么问题 一句佛号通通解决了 你真的要会用 一行一役呢 这求生进度 我在这个世间是站住的 时间不长 这个世间什么样的委屈 我都会愿意受 都不计较 这个人哪有不往生 无量节来 什么样的业章 通通都消解了 所以这一句名号 是萧业障的不二法门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慈营灌顶大司讲的 这一句话在灌顶法司 是乾隆时候的人 也是很了不起 他的注书很多 大多收在万字虚葬里头 好像有二十多种 我也看过不少 他的官无量寿经书 书就是注解 官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 世人 严重的业障 所有的经论 消不了 所有忏悔方法都消不了 最后还有一个方法 能够把你彻底消掉 这什么方法呢 南无阿弥陀佛 前龙时间灌顶法司说 我读到这个书之后 越想越有道理 真的是 妙不可言 别人指着鼻子骂你 骂一个钟点 你就获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一个钟点 不要去理他 也不要去回答 也不要去跟他对骂 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看到最后什么结果 都把他堵了 他再也不会骂你了 家庭不活 你就用这个方法 你家就活了 公司很好地 同事不活 用这个方法 同事也活了 我们今天搞世界和平 我用这个方法 把世界和平也搞活了 一句还没通 不可思议 日行回向 愿生别苦 随愿皆生 得不退转 乃至无上菩提 所以你把这些 这个简简单单 集于经文里面的大意 深意 深意 密意 你真能够体会到之后 你才真正懂得 设防一切祝福 为什么赞叹 那个赞叹的功德 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令一切凡夫相信 令一切凡夫 接受了 归一了 发愿了 往生了 就是这一赞叹的时候 就把众生都得度了 功德的殊胜 就在死地 而且是就近得度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正就近佛果 而且速度非常快 不是长时间 短时间就能成就 这个黄老祭祀的住节 希望诸位自己去看 他住得非常之好 引进据点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所以不能够把他这个讲义